對於這個陳時中部長而言 其實前一段時間他真的很辛苦 防疫真的是做得很好 台灣有目共睹 可是為什麼到最近到現在 開始出現了一點 走鐘還是有一點 好像不能夠讓民眾服氣的感覺了 就包括很多他判斷 讓什麼 國外可以來台灣救醫 台灣狀況突然不是很好 就讓他來救醫 然後有需要我們自己的一些 包括陸生或等等的 不讓他進來 然後那個 醫護人員獎金沒發 我們講完以後就發了 我們講完 曾宏都討論完 他一個禮拜前就下去了 沒錯 這很怪 該要做的東西 好像在後面有一點 拉哩拉扎的部分 那我還是要說 那陳時中部長 不要太多的政治話 當然我也覺得阿扎爾 願意來台灣 這個美國的衛生部長來台灣 對台灣做我們的防疫交流 覺得是好事 對我們國際地位提升 可是大家扪心自問想一下 阿扎爾簽完這個 我們的臺美EUA合作備忘錄走了 我們台灣得到什麼 大家有沒有記得 備忘錄內容是什麼 很多 很多 我申請一下 增加健全公衛人力 全球衛生合作 以及慢性病防治 這不是早就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可是實際上有沒有真的帶來什麼好處 或者實質的利益 目前我也看不出來 包括我們的瑞德西威爾有沒有 沒有 阿扎爾在謙卑忘錄的時候 說了一句非常漂亮的話 他說美國會盡全力有效 符合規範的藥品跟疫苗 他會馬上研製出來 但優先提供美國 然後一旦滿足美國國內需求 會以公平方式提供國際 台灣講國際 連基本的給個面子有禮貌性的講法 給台灣都不願意說了 講得非常公道 給國際 然後呢 我們的陳建仁前副總長不死心 再去詢問 他說我們可不可以跟你們拿些疫苗需求啊 阿扎爾表示 沒有公開的 剛前面這個 趙雷部長講的是公開的 後面說誰去問他 誰去口頭問他 是我們都不知道 就是他們講的 他們講的 然後他們說 那個陳建仁傳說消息說 阿扎爾表示 會帶國帶回美國討論 問各位報告 有中國政治的都知道 討論代表什麼意思 八成沒有下魂 就是再等等 就是很客氣的 客氣一點的啦 他至少有客氣一點的態度 但實際上結果原則上就是再說 嗯